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怪 你经过了那么有趣的事情之后 整个身体的骨骼就会变大了 扩张 扩张 男女都是这样 女生呢 曲线更线 几乎在一两个礼拜内完全体型不太一样 所以假如你以后看到你小孩经过发育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体型不太一样 你就知道他做了坏事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出反例 你比如说男的 我觉得王石就不是这样 他就是男生的身材 男人的脸 因为你没看过他还是触男的时候的样子 他触男的时候成火柴棍了 对啊 可能更不堪 对 但是这个 那你的上半部本来是什么 我的上半部 下半部 我的下半部 对 你刚刚本来不是有个下半部要接吗 我说你 你说我的下半部 我的下半部没什么可说的 听你的下半部是观众感兴趣的 但是咱们还是说又婷今天这个衣服 对吧 从颜色讲还是合适的 我挑过了 对 但是从是样讲呢 也许泰国人不高兴 对 但为了你的节目 所以我就综合了一下 颜色上配合我们的讲题 形式上配合您的风格 而且现在那个旅游部门都提醒了 就中国游客到泰国去 就穿点黑的呀 或者白的呀 就符合人家的这个情绪 我正好一个下个礼拜要去泰国参加朋友的一个婚礼 然后正好在这30天的首桑期之内嘛 所以他们已经这个 虽然我们是在一个villa 就是一个度假村里面 对不对 但他们已经给了算是婚礼 他们已经给了一些提醒 就是说尽量不要穿黄色的衣服 然后也不要穿红色的衣服 虽然是婚礼 所以都已经提醒宾客 还是可以庆贺的 庆贺没问题 这种喜事都可以 因为我们可能是在那种海岛的别墅里面 所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然后他们说酒水供应什么都还是照常 但是他说在衣服的颜色上 因为毕竟他们说好像整个度假村里面的这些服务人员可能他们还会穿比较暗淡的颜色的衣服 所以他们有人调侃就说泰国人对这个泰王的这个尊重都能达到什么这个程度 就说是世界杯足球赛 说泰国人都支持巴西的 因为巴西穿黄的 泰王的颜色 可以笑吗 去那婚礼 他们说可以 但就是不要开王室的玩笑了 恐怕不好 一直都不能开嘛 以前发生过 你在朋友聚会 你开王室的玩笑 特别开泰王的玩笑 然后拍下来传到网上 就被找麻烦 被找去警察局警告 那是很 非常认真的 四年有期徒兴起 你知道香港有个小泰国 小曼国 在九龙城 在九龙城区 有几条街都是泰国 泰菜 泰国餐厅 那一天泰王驾崩的消息传出来 我们一 理所当然 义无反顾 跑下去吃泰国菜 支持他们经济 给他们鼓励加油 是是是 别找我了 就是说 你遇到了什么 没有 一进去 那震撼 那场面震撼 一进去 那条街 本来有大概有七家的小小的泰国菜 关了三家 没开门 那三家不晓得关门干什么 打麻将 还是什么 反正哀悼 那另外四家 我们一进去 平常都非常高兴的 那些泰国的 都是泰国的服务员 平常都一看我 就叫我马爷 什么 话说回来 我很不高兴 听说你叫马卫都 先生叫马爷 我也叫马爷 我这个 虽然生活里有个马爷 还不是马卫都 然后呢 这个北京的 枪枪三人行列 有个马爷 是马卫都 香港呢 不能叫马爷了 就只能叫你马叔了 叫马王爷 我们军军叫马王爷 南北二马 对 说回来这个 对不起马爷 那那个 一进去 平常都跟我打交互 嗨 骂 他们就叫我骂 他们发不出了咖啡 我叫妈咖啡 所以当然见了 你就得骂 对 骂骂骂骂 很震撼 四个店的Wedges 都穿黑衣服 平常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 泰国是很多颜色的 穿的比你还性感 那些Wedges 还有几个人腰 在那边服务的 那两天 那一天 我去全部黑色的 穿黑T恤 黑裤子 黑的拖鞋 然后店里面 当然也挂着 确实是表情 哀伤 至少 你看到 至少是 要量自己的哀伤 没有要欢乐 因为坦白讲 人啊 人的哀伤 不可能是24小时 你超过12小时 你都受不了 就负荷不了 而且话说回来 泰王 那毕竟有消息说 他健康不好 好久的时间 有点像家里的长辈 你身体不好 已经心里 你做了调整准备 那事情发生了 你哀伤 可是至少 你行为上面 人类是很行为 取上的 OK 等于是说 我们碰到长辈 什么 我心里怎么 瞧不起他 不喜欢他 我还是 有礼貌 叫他叔叔 伯伯阿姨 我问你一个 高难度的问题 嘉惠 这个很考你的 这个见识了 就是 你看啊 英国女王 日本天皇 泰国国王 就是 在他们这三个国家 国民啊 对自己的这个王 或者黄的这个感情 你觉得相似呢 还是有什么不同 你问我 去问他 我 看着肩膀 看着肩膀 问马叔 我就看到 我摸眼镜 一直瞄着你 你没有什么 看的价值 你只有交谈的价值 那我要脱吗 可以 把你脖子内闻 先露出来 因为你不能 只看国民对皇 因为他们 既然是皇 而且有个传统 不管那传统 是一千年 两千年 什么 一定是尊重 尊敬 你要跟他们 社会 整个文化的底蕴 连在一起 那英国再怎么样 还是法治 民主的老牌国家 还有贵族的传统 他们那个 对皇的表达 是非常 特别一种尊敬 真的 假如我们用 尊敬 尊敬 还有骄傲 这个 来形容的话 就是 我感觉是英国 他们对于 他们 Queen Queen 那个女王 像以前发生 戴安 光处 王妃的那些事情 你看到 有一阵子 他们对于 女王的处理方法 不太满意了 可是他们 表示了得体的尊敬 你要跟国情 连在一起 那泰国的国情 是什么 佛教 宗教 佛 对于佛的那种尊敬 是很有宗教的意味的 还真的是神的感觉 这个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但是我听一位 讲佛教知识的老师 讲过 他说如果非要比赋的话 佛教经典里有这个 转伦王的这种说法 他说这个要说在世的 泰王是转伦王 他的理论依据可能是说 佛教是他的国教 对 所以他的这个国王 就是可以比赋为 这个佛经理所说的转伦王 而且我 自从太王过世 看了一些他的生平以后 他说他自己本身 有几个发明的专利 而这些专利 其实都是改善 泰国农民的一些生活 所以我本来以为 王室 泰王是高高在上 他就不问世事 他只是一个制度 在实际操纵应该是 总理或者是下面这些政府 对吧 但他没想到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真的希望能够改善 泰国人民的生活 所以他就发明了 许多农业上面的一些专利 然后真的夏天 或者是请农民到皇宫里面来 去教导他们 怎么样种植出好的一些农作物 我觉得这一点上 要是我 我一定会一辈子记得的吧 对 他有点 你说的对 你比如说英国人 照我感觉他们这种西方绅士 有个生理上的特征 比起东方人 东方人的这个脊梁骨 我觉得是软的 就是我了 不要说东方人 我觉得他们英国人 都是梗着脖子说话 My majesty team 他们是这种尊敬 是吧 这种骄傲 就是你说的对 但是你看泰国人 对这个国王 他是感情 他是去如丧考比 就是这种 我们的父母一样 他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在里头 你想而且这个泰王 不但给农民种子 他那个皇宫里养着牛 挤牛奶 他是个农业 农业学家 我觉得 牛奶免费的 送到学校定期 送到学生们的这个手中 就是这种泰王 就是他比较符合 咱们东方人讲那种 叫爱民如子 而且你看看 他除了说以宗教的情操 精神打底以外 另外他泰王 在每一次泰国的军变 军事政变里面 他有发挥作用的 有时候两派的军人 在抗争对于对峙的时候 最后是找泰王 在等泰王出场 他在这个特别越乱 他越有他的权力的 那相对于日本 我还没讲日本 日本是另外一种文化的尊敬 而且是对于日本的 整个国民传统 万事一系 这么一直没有断过 其实也断过 但是勉强可以那么说 他然后这样下来 那完全不一样 泰王是宗教 而且是实际 他政治上面 有他一点点的影响力 跟权力 完全不一样情况 你说对 就是跟这个英国的 这个君主立宪 他还是不一样 因为呢 他是这个军队 军队尊崇这个泰王 所以每次都是这个 感觉这个军队的这个首领 感觉是御林军似的 他有一个 就是一般你比如说像军属立宪国家 军队国家化 军队是国家的 但是我感觉在泰国 好像军队一般就是效忠泰王 对 就是你们下面怎么乱都可以 但是最终还是要 尊崇泰王的一些指示 但他们讲啊 这个跟这个驾崩的 这个泰王 他本人的这种威势 或者说人格魅力 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人家服务 这不是现在就是说 儿子的问题 到底人服务不服务也提出来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请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看看驾崩的泰王 他的遗像 你注意他有个眼睛眼神有问题 年少时也曾经是狂飙少年 他是驾车飞车出了车祸 所以据说是右眼几乎失明 但是你看仍然灼灼 再看下边 这是老年的了 再看下边 台王 全民尊崇 你看看上去很慈祥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又听又说到你们那蔡英文了 蔡英文少写一个字母也给人挑出来了 他肯定是写惯了台湾的拼音 你看他到台湾的泰国办事处去调验 虽然那个 愣拼错了一个泰兰 G-H-A-I H少了 你蔡英文 你还有脸叫英文 你的名字有脸叫英文 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媒体很坏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因为台湾的驻外办事处就出来解释说 哎呀难免比误嘛 总是会有不小心 然后那个记者就跑去街上去问国中生说 How to spell Thailand 就是泰国怎么拼 当然剪出来都是每个都拼对对不对 还有个学生说这不是国中就交了字你问我干嘛 然后最后ending就在这边 然后想说我们的蔡英文不会 我跟你说所有的秘密早就在名字里了 英文很菜嘛 菜鸟英文 叫久了 对没错 英国博士教授 对呀 不过真的比误了 这是美国总统会拼错很多字啊 一模一样嘛 其实在这种特别的时候总不好吧 对啊 这个时候是不对 蔡英文某些地方啊 有点像个女学生 实际呢心里也有点怕怕 你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新闻采访啊 我就发现啊 他有点女学生的这个劲儿 什么呢 他实际上是生怕说错话 你知道这一代的这个台湾没有什么英雄了 就是那种伪人士 他不是的 我是看有一个外国记者 美国记者跟他的这个采访 你知道他有流露出一种行为 这个我他问了这个问题 蔡英文回答了一遍 然后这个美国记者开始问第二个问题 然后呢 蔡英文就有一个举动 就说 哎呃那个刚才的你的那个问题 我再讲一遍 然后人家就全如实录下来 你知道吗 这就像是那种怎么说呢 今天香港的一些公务员出身的这种官僚 你知道吗 我我的看法跟你像跟不像 我完全同意你那种描述哈 他们谨慎那种那种 呃 说好听是谨慎 不好听是那个 他也在背书 控制狂 可是我感觉他是更难缠的对手 为什么 他没有表情的 没有表情啊 喜怒没有的 很轻微的 不表态的 你看我假如相对前几任 李登辉 那个王八蛋 我很讨厌他 那非常一副 就是日本武士道啊 我怎么讲啊 武士道 武士道的样子 要拍桌子嘛 当然他讲一套 做一套 可能是另一回事 然后陈水扁 陈水扁就是一个街头的流氓嘛 斗士嘛 说好听是斗士 就是 街头的斗士就是流氓 流氓 流氓啊 然后马英九嘛 马英九就像以前的台湾的电影里面 那种柯俊雄啊 什么双目寒悲 心中永远有个 他心中的革命情操 很容易挑他嘛 把他惹怒 把他惹得高兴也行 蔡英文很难缠的 没有表态的 什么东西 你觉得冷啊 我感觉蔡英文像一台冷风机 冷气机 冷冷的 冷冷的对手是最难缠的对手 我觉得所以不仅在台湾以外 跟他打交道是难缠 台湾里面的人 男的绿的 都觉得抓不准 抓不透 他怪怪的 但是这个你要在我们这个大陆人 朋友圈的这个语境里啊 你这个人要太冷了 最后呢 你的命运就是大家说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你不是冷吗 对我没人 谁缠你啊 我觉得太太无感了 所以讲到台湾驾崩 其实让我震撼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全世界管理者 尤其最近又开脚 选很多的总统 是不是都应该看一看 就是到 虽然人过世之后 恐怕太王并不知道 不到你过世之后 你不知道你被人民爱戴的 那个程度 或是被你下属 拥护的程度到哪 不到你离开公司那一步 恐怕你也没有办法 亲切的感受 但是所有管理者 都要想到这一刻 就是说 你到底要留下什么东西 可是我觉得 现在很多的管理者 你不觉得就像 现在美国的一些竞选 你都没有想到 你这句话留在后面 他的反作诱令 会到底有多大 所以我就觉得太王的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 现在还有多少个王室 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说 接下来还会下一个是谁 他在过世之后 会有一个全国 愿意用一年的一个时间 然后去 大概是他们的一个法律规矩 但同时大家是这么自发的 然后去做感动 然后那些眼泪什么 绝对不是像 北海 朝鲜那样安排 就是你觉得很安排 很假 对不对 就是我在镜头前面看到 我觉得是真情流露 那我觉得怎么一个王室 这么高高在上 可以做到让民众感动 就是心贴心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这世界 他对这个国王的这个感情啊 本身就是传统情感的一部分 这可以培养得出来吗 这个今天咱们很难理解 因为咱们现在也没皇帝了 也没国王了 但是这个我倒觉得 人民痛哭流涕 这个事儿不见得说明一切的问题 为什么呢 当然你比如当年我们毛主席 你不能拿毛主席 跟这个帝王 跟国王相比 可是这种感情 我很熟悉 我们小孩啊 是装哭 那也是真的 就毛主席这个辞世的时候 但是大爷们 那个时候 我们学校的老师 校长 那这是 我们是因为看见老师校长 哭成那样啊 我们怕不哭会被批评 然后我们都是这样的 小孩子 但是大人的感情是真的 因为我经历的就是讲 经国的时代 可是那时候 他的过去我还很小 但我只知道台湾在那个时候 你不是别的 蒋介石 蒋中正死的时候 那很多台湾老兵 痛哭流涕 那个感情 你不能说是假的 那绝对不是假的 还有带着一种革命的 那种勤奋在吗 一边哭一边恨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 恐怕只是说 在我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我做新闻 这么长的一些 我们看每天 也不是每天 就常常一阵子一阵子 有很多的这个长者 就是或领导人辞世 但我觉得泰国这一次 倒是让我 就是尤其是我们一直觉得 它是一个军 现在是个军权掌握的 我早就发现 我为什么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呢 我到世界上有些 有国王的或者国家 我有时候会听到他们那个讲段子 对 就是聊天调侃 是 你就知道他私下里 也有这个不拿他当人的那一方面 可是呢 泰国我也去过几次 至少就我碰见的少数几个泰国人 讲起国王来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尊崇 我们今天有时候有点这个礼崩越坏 就是我们头上三尺无神明 说谁不能和上打伞 无法无天 是吧 说什么都能说 但是我见的那几个泰国朋友 真的是讲起泰王来 我就会觉得 他是真的 就很很尊崇 那咱们再看看这几个照片 这就是石林通公主 石林通公主是跟中国关系最好的 一个一个一个 他的这个子女 然后你再看 会说中文 这个呢 就是传说中的 估计是他继承王位吧 瓦吉拉龙公 就瓦吉拉龙公 但是瓦吉拉龙公呢 在前些年 被传出过这样的照片 跟老婆抱着孩子 这个泰行的这个人们敬礼 为他服务 他访问德国 他访问德国 但是他的打扮呢 看见了这个 跟嘉辉的纹身 很相似 穿这个小背心 新衣袋 没有 当然泰国 那个因为他的传统 对于王师的尊重 还有玉城生活 你看到 你去日本 在很多地方 也会看到王师的照片 可是不会像泰国 你去每一家店 甚至脚底按摩店 什么店 在黑暗之中 坐在那边喝酒 左用右抱之间 你都看到一张 泰王的照片 在盯着你 你知道吗 让你觉得是一油罪 没有 让你觉得要跟他分享 别忘记跟他分享 跟他儿子分享不错 但我玉城生活里面 慢慢那个就会培养 所以坦白讲 说起来 我是很惭愧 这是我们殖民年代 出生成长的人 我们那时候读书 去学校 医院 邮局 火车站 所有地方 都有英女王的照片 今天英女王还在 所以我在想 假如有一天 你说那个当年 就那个时期 回归之前 97以前 97以前 香港市民 对英女王有感情吗 因为我一直是说 那种感情不是说 他是我们脑大 我们爱他 要生要死 不是 那种感情可能是一个人 见得眼熟 文涛 我1963年出生 1997年回归 对吧 回归的时候 我几岁 44年前 OK 44岁 我们当然读书 知道英国殖民 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等于很公道的说 经常现在有人说 什么时候 以前怎么怎么好 我经常写文章 演讲我批判的 我跟我朋友们 我们那些遗老啊 那些殖民年代的 我说对不起 我没办法说 他们怎么怎么好 我们完全经历过那个年代 比方说我的外婆去邮政局 寄信寄不了的 为什么 她要你填的东西 全部英文 我外婆不懂英文啊 怎么寄个信 回内地给她儿子啊 对不对 还有厕所 到了七零年代 香港很多地方的厕所 还是分三等了 英类是白人 英类是华人 英类是南亚人 印度人 什么 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的 你知道吗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人的感情状态很复杂 当你四十多年 每天去哪里 都看到英女王的照片 我就想 假如有一天他去了 我们会反省很多事情 可是那感情是有的 所以感觉说 不一定哭了 可能会相感一下 是是 所以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民 说起来都是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有的这个中国的网友 就又开始这个什么了 纸丧 不叫纸丧骂怀了 胡乱联想了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根据 比如我看到有一个叫 端红斌的人写的文章 你不知道他说的 是不是传奇 他说这个太王驾翁了 然后呢 很多人在等着 一个神秘的诅咒 说会不会应验 这事就跟中国有关系了 说是当年 郑和下夕阳之后 带动了很多 这个东南沿海的 中国农民 对 下南洋 其中有一个人叫 农民叫广东 城海县的 叫郑雍 不是刘雍 叫郑雍 然后说这个郑雍呢 他到了先罗 就是当时泰国这个地界 娶了个当地泰女为妻 生了个儿子叫郑信 生了个儿子叫郑信 然后这个郑信呢 任了当地一个大臣 做义父 然后最后呢 在一次这个外敌入侵当中 他组织个杂牌军 好像是缅甸入侵 打跑了缅甸这个侵略者 然后呢 你看这个郑信 成功逆袭 建立了吞吾里王朝 但是呢 他这个王朝只有一事 最后这个郑信呢 被他的女婿 传说给谋杀了 裹在麻袋里 拿那个檀香木棍 当顶一棒 然后说郑信 临死前说 夺我王位者 时势而战 就时势而亡 你看这边文章讲的 可惜呢 就说 这个篡位者 名叫拉玛 拉玛建立了曼谷王朝 他本人就是拉玛一世 这个拉玛一世呢 这个当了陷罗王 但是泰国有一个民间传说 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 夺我王位者 时势而亡 是正信的诅咒 问题是呢 就是刚刚驾崩的这一位 恰好是拉玛九世 而即将可能要继位的 这一位 对 挖吉拉龙公 对 就是拉玛十世 所以呢 就来自于 段宏斌先生写的文章 所以 所以就说 等了我们 等啊 等了 十世了 十世了 当然人 咱们相信 人家泰王的这个千秋大叶 是吧 万寿无疆 但不能胡说 继承的这个人 的确是让泰国民众很担心 对不对 他从打扮 还有他过去的 这你了解这个事 但是 这个性爱 性爱光点 你都看过了吧 性爱光点 就是他们那个裸露的 但是他说 他为了一个 这个他的爱权 而扮的这个裸 上体 上半身都是空的 的这种裸露 性爱 怕你 听说像 你在英国都在买了 那这个王子还是 先进是吧 才有人性 不是他们已经离婚了 对啊 才有人性 让泰国王师 可能更被尊重 大家觉得 原来跟我们一样 家会都要效忠这样 对啊 对啊